詩篇第五十篇,十四節,十五節,我們找到了,我們可以一起同聲來讀 我們一起來讀,預備,請 你們要以感謝為祭獻神,又要向至高者還你們的願 十五節,並要在患難之日求告我,我必答求你,也要榮耀我 我們再來讀第二十三節 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祂得著我的救恩 二十三節我們再同聲來讀一遍,預備,請 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祂得著我的救恩 Amen 這邊大衛他提醒我們末世的教會,我們要以感謝成為一個祭壇,把感恩獻上為祭 這邊給我們一個很清楚的看見,凡是有感恩心,問感恩,來獻祭的神兒女,這就是在榮耀神的名 一個懂得,二十三,一個懂得感謝為祭的聖徒,祂必得著神的救恩 這是一個屬靈的一個奧秘 我們很多的時候,我們都是想得而沒有去感謝 當我們能夠願意凡是感謝,凡是獻祭的時候,那個恩典就從祂而來 不只是在感恩節的那一天 在任何的時候,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我們都可以學習獻上為祭,感謝 這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旨意 我們剛剛過了一個很奇妙的一年一度的感恩節 感恩節是在1620年的時候,英國有一批清教徒離開這個英倫三島 要離開這個罪惡之地,要跟著神往神讓他們去的地方 為了他們能夠得到一個真正的信仰的自由,他們坐上五月花號 然後讓聖靈帶領他們往前行,經過大西洋 終於來到美國,馬斯丘斯的那個Plymouth港,在那裡登陸 在開始的時候,經過很多的困難,很多的風暴 還有被印第安人廝殺,死了五十多個人 那麼到第二年的時候呢,感謝祖印第安人開始來幫助他們 來教導他們如何種植,以至於他們在那年的冬天有一個豐收 所以就在1621年的冬天,他們邀請印第安人一起來慶祝,一起來感恩 這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感恩節的開始 所以在這個感恩節的時候,我們裡面好像感覺到了一種平安,一種幸福,一種喜樂 其實這個幸福,平安跟喜樂,不只是在感恩節才得到 這個感恩,這個平安喜樂也不是當我們去叫做這個Black Friday去瘋狂採購去買到那個我想要的東西的時候才喜樂 這個我為了去體驗一下Black Friday,所以禮拜五的下午呢,我就到那個這個叫Walmart 還有還有什麼地方,還有這個Best Buy呢,去看一看這個我想去買一台電腦,但你那個電腦還存不存在 結果看到那個不管是Walmart也好,Best Buy裡面,哇,人山人海,一片匯湾 然後我就把我做了一個research,還有上給我的那些資料呢,我就拿去問那個店員 我說這些東西是我要的 他說第一個小時 那個門開門之後的第一個小時 你才可能買得到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大家都非常熱烈的參與 這個中間不僅僅是看到一個商機 一個商業的一個蓬勃 一個business promotion 這裡面看到一個人的人氣在這個中間 我們看到了那個經濟在復甦,美國在神的祝福裡面 開始慢慢地要開始站立起來 這個在我們心中的一個喜樂 在我們心中的一個感恩 它是跟著那個感謝來成為成正比的 如果沒有感恩跟感謝的話呢,那個幸福跟喜樂不容易生發出來 當我們為我們在生活中一切有的來感謝的時候,你會發現到從心裡的深處有一種莫名的喜樂會釋放出來 我們人總是很習慣注意那些沒有的 我們常常因為感覺我沒有,感覺我缺乏 我心中開始滴盪,開始不愉快 所以導致那個原來有的那個幸福慢慢就消失不見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們在這裡經過感恩節的時候也提醒我們千萬不要在一個負面沒有的裡面去執著 要看到有的,現上感謝 中國人有一句話就說 哀莫大於心死 因為 在中文中有一個詞 是 愛是 沒有更多 最危險的事情 是 你會受傷 我發現對不對 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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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Anyway 心中不愉快 心中難過 會讓我們滴盪而死亡 沒有盼望的人 就沒有喜樂也不會感恩 沒有盼望的人 他的生活中間沒有未來 他的生活中間沒有盼望沒有喜樂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神的盼望裡面 看見神的祝福 以至於我們裡面帶來的那個感恩 後面就帶來的喜樂 我們來看一段聖經 在提摩太前書第六章 提摩太前書第六章 第六章第七、第八節 提摩太前書第六章 我們來看第六節到第八節 提摩太前書第六章 提摩太前書第六章 提摩太前書六章六到八 我們一起來讀好不好 預備來 然而敬前加上知足的心 便是大力 因為我們沒有帶什麼到世上來 也不能帶什麼去 提摩太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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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來感恩、會來感謝 因為人生在世是客裡是寄居的 這一切都要過去 所以我們裡面為了這些 有的來感恩的時候 那那個感謝就會油然而生 當我們人的眼睛一關 腳一伸的時候呢 這一伸就結束 全部歸於零 在我的生命中 我回想起來 我感到最快樂的時候 你們猜猜是什麼時候 我告訴你們 你們想都想不到 我告訴你 我最快樂的時候 是我躺在那個 那個 那個 手術台上的時候 我解釋一下 因為我過去因為工作的關係 受過傷 所以我的手上的這個皮膚 都是基本上從我腳上移植而來的 所以這個腳上的皮鋪上來以後呢 所以這個腳上的皮鋪上來以後呢 我必須要做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美容整形手術 所以我在我那段過程 我大概做了十幾次的那個 美容整形手術 當我每次這個 拖著光光的躺在 推到手術台 手術室躺在手術台上的時候 所以每次我 在手術室上 我永遠不會忘記 那個麻醉醫生 就說 我只要數一二三 我就進入一個甜美的夢想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呢 一定睡著 而且呢 就不用擔心 不用害怕 我快快樂樂的就睡著 比較麻煩的是我每次還要醒來 所以我就知道 那個人要離開世界的時候 如果真的在豬裡面的話 真的快快樂樂就被天使 被耶穌接走了 最快樂的 可是當我走的時候 我就空空的躺在手術台上 什麼都不帶走 那個時候還年輕 所以那個時候呢 如果現在的話 我都會做這種禱告 主啊 待會兒去睡著就不要再醒來 所以我就記得那個時候 在手術台上要睡著的時候 我都充滿了感謝 感謝主 又可以讓我進入一個甜美的夢想 所以我後來也為什麼 那麼尊敬這個麻醉醫生 也知道麻醉醫生 為什麼那個配那麼高 因為當我醒來的時候 如果那個麻醉要太多的話 會讓我一直的嘔吐 非常難過 所以我每次後來要上手術台 我都跟著麻醉醫生講 我是東方人 我的體重是多少 我不抽菸不喝酒 不不業運動身體 而且不喝酵 所以請你盡量 不要給我太多的麻醉藥 但是好幾次就是後來我跟他講了之後 當那個手術還沒完的時候 我都已經醒來 我就可以聽到那個醫生在撿我的皮 在縫我的肉 所以我說我真的那麼尊敬麻醉醫生 他的那個那個多少 影響太大 所以我會回想到這裡就是因為我們人生生不帶來 死不帶去 我們都在恩典中 度這個人生的旅程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讓我們就想到一件事情 如果我自己能夠沒有那麼多的需求 沒有那麼多的抱怨 沒有那麼多苦毒 你會發現 為我有的人生的現在 我獻上感恩的時候 我的裡面會知足跟感謝 不僅如此 當我們能夠知足感恩的同時 我們能夠讓我們周遭的環境 也能夠感染這個愉快的氣氛 我想這是一個最美的事情 我們不僅能夠獻上感恩 不僅是獨善其身 我們也應該能夠 關懷我們旁邊的家人 親人朋友 弟兄姊妹 讓大家一起 在這個 一個歡樂的氣氛中間 一起來感恩 這個在教會裡面 真的有這樣一個美好的氣氛 當我們說我們要開放家庭 來接待弟兄姊妹 過感恩節的時候 就有很多弟兄姊妹 也自動會煮菜 會燒飯 一起來支持我們 我真的深深地相信 因為他們裡面 有一個感動 他們裡面有個感謝 他們才會用行動來回應 還有我看到 每一次當弟兄姊妹 願意這樣開放家庭 接待弟兄姊妹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那個中間 那個開放的家庭 我看到他們是一個 會感恩的人 不可否認 中國人五千年的文化 吃還是最重要 但現在吃 他並不是吃的本身 而是有那樣一個桌上的食物 然後大家在一起 團聚的聚在一起 藉著吃喝的時候 那個神的恩典 神的那個祝福 那個喜樂 就透過大家在一起 彼此交通的時候 就充滿在整個環境當中 所以那個願意去開放的 願意去給的 那個願意去擺上的 那就經歷到神 而且藉著祂 也能夠祝福在這個一起 所以一個感恩的人 他不僅自己感恩 他也會把這個感恩 帶到整個群體 帶到整個的家庭 帶到整個的社群裡面 所以弟兄姐妹 讓我們在這個感恩的季節 讓我們來思想 神的恩典的時候 讓我們的心裡面 成為一個真正 用心中來回應感恩 所以我們今天信息的第一點 對我們的信仰的神 對這個恩典的神 讓我們時時記得 獻上感恩 獻上讚美 第二 對我們自己 不要再看那個沒有的 而是要看那個有的 帶來的 對我們自己要一個正面 一個積極的態度 時常數算沒有的 連身的抱怨 會導致更多的負面 埋怨跟不幸 越負面 越消極 越埋怨 你會發現更多的負面 更多的消極 源源而來 這個裡面的一些負面的東西 都是一些垃圾 沒有人喜歡去清淨垃圾 沒有人喜歡去聽你倒垃圾 心裡去盪垃圾 或者去接受你的垃圾 所以當這個負面會出來的時候 這個垃圾會出來 大家都 敬而遠之 離離越來越遠 這個垃圾出來的時候 就在家裡面造成夫妻的不和不愉快 這個垃圾出來的時候 就造成父母跟孩子之間的不愉快 這個負面的這個垃圾 一出來的話 就造成了這個大家庭 團體的地友姐妹的不愉快 這些垃圾一出來的時候 就在教會裡面帶來一些負面的一些影響 魔鬼就是在後面偷竊我們裡面的平安 跟我們的滿足喜樂 魔鬼就是在我們在開始抱怨 吐垃圾的時候 魔鬼就在中間來施放煙幕彈 來做這個攪擾 互相攻擊 互相仇刺的工作 所以聽說前面我們要在這個裡面 要用正面積極的態度去看有的凡事來感謝 做正面積極的話帶來盼望跟希望 我們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是非常感謝的 我們絕對不要讓這個負面來影響我的家庭 影響我夫妻的關係 影響我兒女的關係 影響團體跟教會的關係 這個我們裡面沒有垃圾 魔鬼在我們身上是沒有垃圾 當我們裡面開始有垃圾 開始抱怨的時候 魔鬼就透過我們這一些的負面 他就可以正面的合法的在中間來做工 我們裡面的負面會造成我們 跟夫妻的反面 這個反臉 我們負面的垃圾 讓弟兄姐妹就不願意跟我們在一起 越離越遠 為我們生活中大大小小有的事情 去面對而且去欣賞去接受 有一個詩人寫了一首詩 他這裡說 為什麼人總是不懂得那些感恩的事情 他說我們有手 我們可以隨便拿東西 我們應該來感謝 我們有腳 我們可以隨時去走動 我們應該來感謝 我們有耳朵 我們可以聽 我們來感謝 我們有嘴可以說 我們來感謝 但這個說是說正面的積極的感謝 他說人總是不懂得為這些美善又寶貴的事情來感恩 反而認為這些事情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以至於我們不會去為我現在有的來感謝的時候 我又不知不覺又成為魔鬼的一個工具 這裡有個故事 有一個年輕人叫Nick 他是個工作很認真的人 他是非常盡責任的人 但他唯一的一個要改進的地方就是他對人生非常的悲觀 他永遠是一個負面的眼光去看人生看生活看世界 他在一個鐵路公司上班 那麼那一天感恩節之前 大家之後下班了都離開要去回家去過感恩節 大家走了以前不小心把這個Nick 就關在一個冷凍室裡面 那個冷凍室是要修理的 所以並沒有真正的啟動那個冷凍機 但是他被關在裡面的時候呢 他就一直大叫大吼 沒有人理他 所以他一直在叫做幫助 所以弟兄姐妹 你們有沒有被關過那個電梯 被關到電梯裡的經驗 都沒有是嗎 有是嗎 有是嗎 感謝主 下次沒有的話應該進到電梯間裡關一關 那我就講這個目的 我講這個信息喔 他後面呢 結果他被關在裡面的時候呢 他大哭大叫 結果發現都沒有人理他 弟兄姐妹你現在閉起眼睛來想一想 我記得我有機會到那個Costco的冷凍櫃 去買那個牛奶跟那個雞蛋 那個冷凍室 我們現在把眼睛閉起來 我們想想我們那時候就關在這個冷凍室裡面 那個門關起來了 糟糕 也沒有人來救我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人來 你想想看那個時候你在這個冷凍室裡面 你的那個心態 心靜 你的那個心緒是怎麼樣 有沒有看見 OK 眼睛閉起來有沒有看見 看見你在那個冷凍室裡面那種 那種 在裡面你在那個地方覺得已經 毫無幫助 因為沒有人可以來幫助你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有人可以開門 結果你感到那個冷氣就一波一波的進來 結果你感覺到糟糕 我現在在這裡面越來越無處 這個冷氣一定會把我冷死 我的體溫越來越下降 我一定會冷死在這裡面 所以那個Nick的時候就趕快找一張紙 開始寫一些遺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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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 結果你發現到你現在越來越冷 你開始已經坐在那個地方沒有辦法動 你體力開始僵硬了 你發現你要進入死亡 然後呢 你感覺怎麼樣 你有沒有看見 你有沒有看見 有看見的舉手看看 感謝讚美書 還有誰 還有誰沒看見 就第二天早上 他們那個員工跑進去把那個冷凍室一打開的時候發現 Nick死在裡面 但是呢 他們去檢查那個冷凍機並沒有啟動 那個裡面 他們去檢查那個溫度 華氏61度 華氏62度 並沒有那麼冷 那是在那個機車間裡面那個機車間很大 所以他那個空氣絕對可以雖然是個冷凍房間 可是絕對是可以維持他的空氣 不會他不會死掉 那他怎麼死了 他被什麼 他被自己嚇死 他被自己嚇死 你同意吧 可是他怎麼會被嚇死 因為他裡面看見 所以我剛剛叫你們看 所以我今天找到這個地方的時候我在想 哇 我真的是在那個裡面 那個冷氣這樣進來 我毫無無助 我也不知道哪一 什麼時候那個人才會來開門 我在裡面怎麼喊都沒有用 我發現我裡面出了冷汗 我開始害怕 我發現我真的看見的時候 我的機會會跟他一樣 我真的會被自己嚇死 我趕快跳出來 所以弟兄姐妹這個地方 我們這一連串的信息 我一直鼓勵大家說我們看見 但是不是像Nick這樣看見 要看見 我們現在再來看一段聖經 在馬太福音第十八章 馬太福音第十八章 這段經文呢 從二十一節到三十五節 這段經文或許有些人很熟 因為因為比較長 所以我來讀 大家看 在馬太福音第十八章 二十一節到三十五節 那時彼得進來 進前來 對耶穌說 主啊 我弟兄得罪我 我當饒恕他幾次呢 到七次可以嗎 耶穌說我對你說 不是到七次 乃是到七十個七次 天國好像一個王 要和他仆人算賬 才算的時候 有一個人帶了欠一千萬 銀子的來 因為他沒有什麼償還之物 主人就吩咐把他 和他的妻子兒女 並一切所有的都賣了 償還 那個仆人呢 就浮浮拜他說 祝啊 寬容我 將來我都要還清 那個仆人的主人 就動了慈心 把他釋放 並且 免了他的債 我們暫時先讀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第一段呢 是講到 這個主耶穌的教導 對他的兒女 也對我們今天末世的教會說 當弟兄姐妹得罪我的時候呢 我應該要饒恕他幾次 彼得問耶穌說七次怎麼樣 你覺得七次怎麼樣 你可以饒恕你的 對你得罪你的人七次嗎 我憑良硬講 我做不到 一次兩次可以 搞七次 我說不到 好 我再問一下看 結果呢他說耶穌說 我對你說 不是到七次喔 要七十個七次 那七十七十多次多少次啊 啊 多少 多少 七十乘以七十多少 所以當我讀到這裡的時候呢 我覺得這是天方夜譚 所以當我讀到這裡的時候呢 我覺得這是天方夜譚 所以我當初讀到這裡的時候 我就停了 我就播一下讀 可是呢後來想聖經嘛 聖經都是神的話 所以聖經的話 是應該我們要去做到的 結果後來呢我才發現到 這一段這第一段 他必須有第二段來陪襯 你光是第一段是 人是沒有辦法做到 因為我們人是有罪性的 好他第二段 他說天國就是講到 我們在這個神的兒女 我們的環境當中 就是這個神 他跟我們之間的關係 因為我們都是有獻的 我們都是有罪的 我們的生活中有很多的缺乏 以至於呢 我們這個地方 他說我們欠了這個主人 一千萬 一千萬銀子 現在你們做那個 你們知不知道現在一盈 多少錢 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人知道 沒有 好沒關係 我們就算一千萬好了 我們現在欠 我們欠了一千萬 意思就是說這是一個 非常非常巨大的一筆數目 所以他沒有辦法還 那個時候主人要他還債 他還不出來 主人就說 那這樣吧 你把你的妻子兒女 所有的都賣掉以後來還我 你看下面這個26節 這是我們常常 我們常常可以做 也可以做的 那個仆人就服服 就拜他的主人說 主啊 求你寬容我 我將來啊 我一定要想辦法 我們都會還傾 所以 文章26 在這個 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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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 這個 製作人 那種 青瓷破裂的禱告之後 27節 那個 仆人的主人就 動了瓷心 請你把這個字畫起來 這個 主人呢 動了瓷心 以至於就把他釋放了 而且免了他的債 所以 这个不是小钱 这是多少钱 这是一个极大的数字 我想我们全部加起来 我们也没有办法凑一千万 可以还得出来 你明白我意思吗 今天很多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 我们的医生 我们有很多的亏欠 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无言以对 因为我们太亏欠 以至于我们欠了他太多 以至于我们真的是 没有办法偿还我们所欠 但是呢 这个时候那个主人就说 那个主人动了慈心以后呢 他就说好吧 那就算了 算了 不要了 够不够意思 够不够意思 你相信吗 你相信他赦免了你我吗 相信的举手 好 谢谢警察一下 不相信的举手 这个很重要 那那些没有举手的请举手 今天我们在过感恩节 这段的信息 今天我在领寿的时候 我看见 我们是不是都 我们是不是都看见了这个恩典 这是主耶稣他亲自说 我们要饶恕70个490次 我们不可能做到 但是呢 他说可以做到 所以他才会有下面这一段的解释出来 第一个就是讲到 一个欠了极大欠款的 最后呢 这个主人就是神 怜悯了他 而且免了他一切债 好 接下去 28节 那个仆人呢 出来了 就遇见了他的一个同伴 没关系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要练好 这个同伴就欠他十两银子 他就揪着他 然后就掐住他的喉咙说 你把所欠的还我 他的同伴就伏伏央求他说 就跟他当时伏伏下来 跟他的主人说了同样一句话 他说宽容我吧 将来我必还清 可是30节 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间里 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31节 这个众同伴 看见他所做的事情呢 就甚忧愁 我就把这个事情去告诉了主人 于是主人就叫了他来 对他说你这个恶奴 32 恶奴才 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你应当 你不应当去连续你的同伴 就像我连续你吗 我是把这段话出来 你不应当去连续你的同伴 就像我连续你吗 所以接下去主人就做了一个动作 主人就大怒 就把他交给掌心的 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把他交下去就关起来了 意思就是说等你还清了你再出来 35节 所以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 这是主耶稣亲自向彼得说的 所以他说那个490次 如果你真正的看见了 你真正的心里面看见了 那个主人这么大的一笔债务 他都把你一笔勾销 你真正看见的话 我们把一千万那个就是十块 今天杰西卡要欠我十块钱 杰西卡不会生气 杰西卡还钱 你不还钱的话 我就把你送到警察局去 单纯从这个单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讲 这是不是合理的 是不是合理的 是不是合法的 当然是不是合情 这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他欠我钱 欠钱还钱 这个基本上是 可以接受吧 但是他这个中间有个大前提 而且他这个大前提是 当那个仆人出来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 他刚刚才领受了这么一个恩典 跟怜悯跟祝福 刚刚才那么大的一笔款项 已经赦免他 他里面的重担已经完全释放下来 他里面应该是感到非常轻松快乐的 所以今天一看到 杰西卡 哎呀 杰西卡说 女子力啊 这个欠你十块钱 我有空 有了钱再还你好不好 若是你你怎么说 还钱还钱还钱 还还是说 哎呀算算 不要提 这小case 不提都不提都不好意思提 为什么会产生说 他欠我钱我就不要了还不好意思拿呢 为什么 因为我领受了这么大的恩典 当我如果真正的看见这么大的恩典的时候 我看见了 我真正的看见 我们今天存留 我们今天都在恩典中 我们今天常常住这个地方 享受那个冬天的 那个 懒散 懒散的阳光 我们没有看到 东部刚才过了大风雪的那些无家可贵的 住在教堂里面 住在学校里面 我们今天没有看到 在以色列在中东 在那个 在那个 那个什么半岛 在那个 东耶路撒冷 在那个加沙走廊 在这个地方 那些的冰房都被炸死了 在这个过感恩节的时候 他们没有这个无家可贵 多少的家人都死掉了 我们没有在那个光景当中 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没有在那个感觉里面 所以我们就忘记了 这一些我们经历 基本上存活 我们基本上都是恩典当中 所以说今天早上的信息是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 老练盼望 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 我们才会想起来 哇 都是恩典 才会提醒我们说 原来我们欠的主人是一千万 所以今天对了我的朋友 对了我这些 他才欠我十块钱 算了算了 我提都不好意思提了 因为那个后面恩典太大 我实在是一个领受恩典的人 我应该对这个小小的事情 我应该真的是用行动来 来回应他的大恩典 这十块钱 算了算了算了 不要提 实在是讲的不好意思 只有当我们真正的看见了 看见了以后 我们才可以 回应神说 主啊 我看见了 所以那个七次 那个七十个七次 那个才可以真正的在我们生命中 就可以真正的活出来了 我们要看见 你必须要看见 那个Nick看见 但是他那个看见 我们不是这样看 我们今天为我们生活中 大小小事情 我们还有家 我们还有一个 一个可爱的配偶 我们还有一些可爱的孩子 我们还有一些可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还有这么一个可爱的教会 我们应该什么 应该说一切都是恩典 太太虽然很啰嗦 没有 她不在 太太虽然很啰嗦 我们感谢主 因为她啰嗦 她才可以提醒我 我这样反过来看 我生出来一个小孩 虽然不是很完美 可是跟Nick比起来 Nick 你不能知道Nick Nick都这么样感谢 都这么样的喜乐 我们还是跟Nick比起来 你的父母亲 天天在Nick的光景中间 你喜乐得起来吗 虽然说这个教会不是很完美 但是感谢主 就是因为大家在一起 彼此相爱 共走天路 我们就可以一天走一天 可以互相祝福 虽然说一些小事情 这十块钱 这个是小事情 小事情 小事情 是不是都可以原谅 我们生命中太多 太多生活中间 家庭中间 教会团体里面 太多的十块钱的小欠债 天天就为十块钱的小欠债 在那边搞来搞去的话 就是中了魔鬼的计 你会发现 当你里面为了十块钱 你晚上睡不着觉 感谢主 我们中间好像都没有别人欠钱的 所以我看你们都蛮平安的 当你们为了一些别人得罪你的一些 就是这个十块钱 芝麻串皮的小事 你开始耿耿于怀 你放不下去 你过不去的时候 你发现到你那边没有平安了 平安就失去了 但是我们现在过感恩节 感恩节就是因为他 那个我们欠的一千万 几千万五千万 他都已经算了算了不要了 他都免了 所以那个我们看见的话 这十块钱就算不了什么 我们赚了十千万的负责 他还会对我们赔罪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赔罪那十块负责 那个十块钱过不去就是因为我想要 我想拿 我想争 我想取 为了地位 为了名誉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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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要 要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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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哇 还睡不好 所以我现在我很怀念我的那个手术床 都给了嘛 你要就给嘛 你发现到 十必受根有负 给的人生喔 给喔 我们来看一下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Look at Matthew The book of Matthew Chapter 13 马太福音十三章 第十一节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第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 第十一节 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十一 十二节 预备 请 耶稣回答说 因为天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 十二节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凡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去 我们再读一遍十二节 预备来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凡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去 我们在恩典当中 如果我们看到我们有的 我们里面 有一颗感恩 我们就可以给出去 因为越给就越多 我们老是在负面里面 看到那个想要 而没有的 我们里面就会越来越难过 于是呢 越来越少 越来越没有 第五节 这就是主耶稣说 这是天国的奥秘 世人就是要去拿去抢去夺去取 但是天国的儿女 就是方式你给的时候 就在天父世界的恩典 跟祝福里面 所以你会看 听到这些暑假 回台湾去短宣的弟兄姐妹 他们回来以后 他们去给的那个感恩的见证 我们12月16号的时候 我们会邀请所有的台湾监狱短宣弟兄姐妹 来做一个美好的见证 你会发现到 当他们愿意这样走出去 他们走到监狱去 他们才看到那些官在里面的人 他们的心存感恩 他们在给的时候 他们就经历到这个天国世界的丰盛 所以我们会听到 我们会听到 我们会听到 弟兄和姊妹 从台湾监狱短宣 他们会展示我们 他们会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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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有机会 跟Masha姐妹通话 他们三个姐妹回到台湾去 参加那个端 相符的 叫做体验营 他们发现 他们去了以后 他们发现 哇 原来是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他们里面真的被激励 原来施比寿更有福 真的是活在身上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可能是为了要生活 要打拼 孩子出来了 要养孩子 可是慢慢 慢慢大了 孩子大了 我们人生的下半场 干什么呢 我现在最爱思想这个问题 如果将来老了 不能募会了 我坐在家里面 每天看电视 然后去抱怨 我的孩子都不回来看我 还是说我要找一条路 我找一条路 让我能够学习 施比受更有福的精神 所以当我们今天要思想这个感恩节省 第一件事情 我们对神 我们应该献上感恩 对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有一个正面 一个积极的态度 应该自己的心中充满了盼望 对我们的弟兄姐妹 对人 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 这个欠一千万两的这个仆人一样 我们应该学习 饶恕跟给予 如果当我们真的愿意 对神献上我们的感恩 对我们自己 用正面基础来人生来活 我们对人 我们产生一种饶恕跟相爱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你的整个的生命 就开始经历到一个 极大的喜乐跟祝福 你会发现到 你就会真的是活在 那个属天的国度里面 在我们那个属地的生活当中 最后 我们不要忘记了 今天是圣灵的时代 所以是说我不去圣灵不来 我去了 圣灵就要来到我们中间 来带领我们 叫我们畏罪 畏一位审判 自己责费自己 圣灵充沛在整个的大地 充沛在万民宇宙 也在我们的心中 来带领 所以在这个感恩季节 真的不要忘记 这个第三个位格的神 祂无所不在的恩典 常常来到圣灵的面前 圣灵我们欢迎你 圣灵我把我一切有的 我来献上赞美与感谢 把我没有的 求你自己来祝福 来施予给我 求你拿走我心中的 那个苦毒的垃圾 求你把你的力量平安充满我 只要我们愿意向圣灵来敞开 祂愿意在我们中间 祂愿意在我们中间来祝福我们 当我们愿意向圣灵敞开 祂不会推辞 可是祂把那个主权交在你我的手中 奉主的名祝福你们 天天在圣灵的恩典当中 向圣灵来支取恩典跟祝福 在我们结束今天 我希望大家离开这个 结束这个聚会 离开会堂之后 还是满了感恩 心存感谢 负面的事情一进来 摇摇头不接受它 向神献上感恩 向自己带来正面跟积极 向我的弟兄姐妹 带来饶恕跟祝福 好不好 跟你旁边的人说 向神献上感恩的祭 你跟旁边的人说 对自己要能够心存正面积极 你跟他说 对别人要充满到饶恕跟爱心 因为是感恩节 所以说我也要在讲道上越来越短 变成感恩 请请金白团到前台上来 好吧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祈礼 我们来献上感恩 为这神一年又一年的祝福 让我们有一段回应的时间 然后我们来向神来祷告 我们在这个祷告的时候 把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祭坛 能够献在主的面前 告诉他说 是的主 我们愿意用感恩为祭献给你 我愿意自己在一个更正面积极的心态里面 我能够正面向上 能够支取祝福 我对我的家人 我对我的亲人 我对我的弟兄姐妹 我愿意更多的饶恕 即使他欠我十块钱 我愿意饶恕他 这个钱不要了 我愿意饶恕他 因为都是恩典 好吧 你愿意的话 你开口祷告 有生无生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一段祷告回应的时间 圣经在我们中间来运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